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在一个Codasai的位置 就是一个内圈里面 然后呢这个房子是比较小的一个小房子 18万4千美金 它的门是开在这样侧面的 这个房子的特点就是里面的 在18万美金左右的区间当中 它还是实木地板 然后占地非常大 1万多尺 这是它比较优秀的地方 但是确实面积不是很大 一进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 再往我们先看这边右手边走 就是它的一些卧室的区域了 往这边一走 这边是有一个储藏间 然后这边是它一个小卧室 这个小卧室也铺了实木地板 十几万的房子这样的实木地板 铺实木地板的挺少的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房子以前房东还比较爱护 做了一些下装升级 然后呢再往右边走 这个门就是车库的门 就是一个双车库 就这样子 然后双车库的旁边 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维护的不错 因为整个房子还是比较新的 但是这个洗手间就没有重新翻新 就是原始的维护 洗手间的旁边这边呢 有两个卧室 这个卧室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卧室 也是实木地板铺好的 因为小房子虽然小 但是有四个卧室的 有很多的房子十几万是三个卧室 非常正常的所以十几万的房子四个卧室的 就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种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第四个卧室了 它的卧室全都是实木地板的 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一种加装升级 如果你买了这个房子住呢 实木地板很好打理 如果出租的话 那更是没有地毯也不需要 以后再去洗地毯 好 这一面我们看完了 然后它这个柜子呢 其实就是一个放洗衣机的一个洗衣房 因为这种房子面积相对比较小一点 所以确实是没有地方 再让它就做一个完整的洗衣房 这就像一个柜子一样坐在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它主卧的位置看看 我们会经过客厅 它的布局就是客卧和主卧 在分别房子两头 主卧在比较靠里的位置 然后我们往里走 就是先看到它的这个厨房了 这个厨房十几万的房子 竟然是用了比较好的大理石台面的 这个家装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厨房完全翻新过了 橱柜什么的都是新的 然后包括这些金属布件之类的 都是新的 这一点可能是这个小房子加份的地方 但是十八万几的价格 一千七百尺嘛 你也不能要求它啥啥都好 这种橱柜也都是换了新的 我们看到这些电器 它也是换新了 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 就是早餐厅的位置 我们从另外一头可以看一下 进来之后呢 就是主卧的位置了 主卧毋庸置疑都是石木地板 所以它整体来说是没有地毯的 但是这个小房子又 嗯 就这样子 你看它就是主卧还是比较大一点 其他几个卧室其实还是比较小的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就到了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 就是虽然不是很大 我不能看 跟我们看 看很多大房子比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主卧的衣帽件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这个灯没开 好 整体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去后院看一下 后院非常大 一个十几万的房子 占地占了一万多尺 这种 比较少见 但是 这个房子毕竟 嗯 你看它就这样 这边这么多 毕竟这房子房龄是零几年 两千零几年的了 所以栅栏上你会感觉它旧的一些痕迹 这个人维护这个草坪也没怎么管 都有杂草了 我估计买家接手折后 光除草也得花一百块钱 它外面呢 这边做了一个小屋 就放各种各样的工具啊 杂物啊 懒惰八糟的 就这样子 这是这个以前的房东DIY的 不过您别看 就这么一个小屋 如果做起来的话 嗯 到时候 花钱 还得花一千多块钱 才能做起这种小屋了 这就是整体的这个感觉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啦 我是GG 拜拜